有奥兰多 布鲁姆 吴磊 任达华 昆林 熊黛林 梁静等主演的电影《极致追击》 定当9月30号上映 8月31号一众主创们也是现身北京的发布会 唱聊幕后的拍摄故事 在《纸怀王》中战无不胜的精灵王子 这回在拍摄中也接着失之地出了回意外 没办法 谁让《极致追击》 就是这么一部追求真实的作品呢 影片讲述一位陷入低谷的前特工 著名安保专家丹尼 因为爱情来到海纳百川的大上海 最后在队友的帮助下重振旗鼓的故事 奥兰多认为这样的时代背景十分吻合眼下的全球化 而作为一名前特工 他这回也是拼了 不光是跳楼 徒手格斗 飞车追逃 他也全部是亲自上针 为了效果逼真 最后的撞击画面剧组更是安排了 真的汽车撞击实况 看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感觉 这部电影实在太疯狂 还有更令人后怕的 而丹尼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队友们哥哥都不简单 其中吴磊试验一位IT专家 专门负责搞技术 任达华和坤玲则化身武林高手 打戏不少 我觉得那些人有比较心 我从挫折中一直打 那一开始我就跟不知道他跳 那你穿他打球 那慢慢收慢慢收 就最后上场 第一次拍打戏就真拳实腿 坤玲在拍剧时也没少吃苦汤 而一场和任达华的打戏 还险些酿成意外 如果这一脚真的踢了下去 那后果自然不堪设想 好在任达华及时出面制止 任达华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正是基于他多年的动作起经验 要知道1955年出生 1987年开始接拍影视剧的华哥 出道也已经整整30年了 我是拍广告做模特出生的 完了就他们看到我在 拍那么好的广告 我拍广告很快的 两三条就OK 结果在电视里面播出之后 就很多电视台打电话给我 就叫我加入他们电视台 结果就进去这个五星电视台 误打误撞进入演艺圈的任达华 年轻时工作起来就是劳模级的 从1987年起 他每年拍片都在五部以上 这30年来已经为观众 献上了200多部作品 而且保质又保亮 古惑仔中他是深藏不露的蒋天生 BTU中他是一波云天的何展文 下个句署长要收我关 收到 现在有支枪不见了 一个晚上我帮他找回来 四月神偷中他又成为了未加劳碌的罗爸爸 医生说他坏血越来越多 要再输血 那再输啊 输啊 怎么样 冷藏还是新鲜啊 新鲜 当然新鲜 每个角色里面都有一个背后的故事 去积称他那个角色的 所以其实我做每一个戏的时候 去寻找很多不同的资料 总是每个角色里面 我有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永远都会问自己 任达华对角色的用心挖掘 让他先后获得了金子精奖 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的殊柔 而更令人钦佩的是 这位演技精湛的敬业演员 品德也是可全革点 人就是最快乐的事情是 当你两个人比如说认识了 你恋爱 然后你两个人可以就是 共同的一起成长 就是很珍惜 其实人就是应该要很珍惜这份缘分 1997年结婚 20年来 任达华始终如一 在圈里出了名的敬其爱家 对于孩子的教育 他也自有一套 常常都说 小朋友要小朋友 他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作为父母的 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心想 放进他的心想里面 而这种包容亲戚的性格 任达华还带到了工作中 遇到他的后辈 无一不被他的言行感动 他自己会说 我可以跟你合合影吗 他就跟那个厂公说 我跟你合合影 其实人家那小朋友想跟他合影 就一下子让所有人觉得心里很暖 对于厂公况且如此 在任人秀节目里 遇到赵丽颖受伤 他更没拍到 直接单膝跪地 帮忙处理伤口 空闲之余 任达华还喜欢做慈善公益 用得一双心来形容任达华 可谓是再合适不过 但这位资深演员 说自己依旧在学习中 在戏里面的一句对白就是 我失去了国序 你也失去了国序 但是我希望 我们介绍来这个工作 能够把我们一起的名誉抓回来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 62岁的年纪还投身于国际团队 很拼动作戏 有些观众担心任达华的身体 觉得都拍了200多部电影了 是不是该休息一下 对此任达华的回答 也是显而易见 我觉得拍电影 永远上一个目标 我希望每一个戏 都行走得最好 演得最好 最好 就是200多部不够的 我希望500部 信誉来再现 北京财产报道